李靖磊现在是三宝妈 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小孩 而且孩子早上的早餐 接送之类的生活照顾 那你知道 在美国打官司是这样 他本人是在台湾 王力宏最近在泰国 他们是用视讯在开庭 所以前一阵子开庭是清晨四点钟 因为跟美国有时差 那你想想看 这个视讯开庭之后 四点钟开完大概快六点 他在做早餐 然后送小孩去上学 所以蛮煎熬的 那为什么说胜诉这个部分 是因为有去跟美国法庭申请 是不是把这个官司移到台湾 对他也比较方便跟有利 好像这个部分是OK了 你知道这不完全是胜诉 等于只是管辖地转过来 光这一步李靖磊说 他就忍不住要大哭 你就知道其实离婚这件事情 如果你走上诉讼 对双方都很煎熬很煎熬 但是我认为他蛮不错的蛮坚强 第一个他照顾孩子 第二个你也不能完全只有孩子 因为毕竟现在是没有先生的状态 你也要活出你自己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节目 Pakets上你开一个节目 Pakets就是像广播节目 有点像广播 然后分享很多他的心路历程 或者是粉丝可以问他问题 跟粉丝互动这样 他光是这个节目上去的第一天 他整个收视率是第一名 收听率 收听率是第一名 那就表示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是把他当作意见领袖 那他也蛮开心的 宗宅施 这个男朋友一度也是要结婚 这个是个香港的电影高层 这个宗宅施 梁文琴回来当时拍完《卧虎长龙》之后 整个眼界越来越广了 他不只是进了好莱坞 然后被好莱坞认识 开始也要做女老板了 他跟这个香港电影公司高层 合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两个人又谈恋爱 又在一起开公司 这个公司当时做得非常大 当时要捧王宇杰捧一些 他们拍了天麦传奇 拍了很多跨国的电影 想要进好莱坞什么的 梁文琴当时是个事业女郎 事业心很重 跟宗宅施在一起 就是因为有一次 宗宅施带梁文琴去看 F1赛车 就认识了 前这个法拉利前总裁 尚陶德 尚陶德对杨宇琴一见钟情 因为自己讲 她说她自己也吓到 她一直以为 反正我老婆也会等我回家 她应该会原谅我 可是没有想到她真的要离婚 而且说离就离 你知道她这个离婚 连公公婆婆都暂时 好 就离婚 她的公公婆婆还教她说 就跟她要四亿港币 不多不少 你知道吗 十七亿台币 十七亿 而且有人计算 她拿到的赡养费 超过戴安娜王费 当年离婚拿的钱 而且她也没有主动争取 就公公婆婆说 这是合理的 合理的 就给她离 你就该拿这些钱 于是这个婚最后她离掉了 离掉之后很奇妙的是 因为她的五个孩子 其实年纪还小 要就学 要教养 要生活照顾 所以反而是谢玲玲 还留在玲家的大宅里面 跟她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 可能林静玉那段时间 反正自己有豪宅 是这样子在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谢玲玲的小孩都大了 而且她的大儿子 现在都接班了 她才慢慢自己一个人生活 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看 来 她生的五个孩子 她的每一个小孩都是学霸 而且长得像帽堂堂 这是她的儿子 都已经很大了 都已经很大了 然后你要看这张 这是很经典 你知道旁边这个女生 就是林恬儿 她女儿 是她的女儿 而且呢 她的女儿已经生小宝贝了 所以谢玲玲现在是阿嬷了 哇塞 那些蛮漂亮 对啊 而且林恬儿也是学霸 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 所谓的信念或是目标的时候 她看起来就是游戏人间 她会觉得做这件事情也好 就是大家很多层面 她都会看起来像是不在乎 因为她就是还在找寻目标 看起来很潇洒 看起来很无所谓 但她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底线 一个信念在 对于一些看起来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情 她们会挺身而出的